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记者问 据报道 美国国防部27日得出分析结论 认为中国可能转变此前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方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资料图 美国防部一份有关中国军事动向的年度报告指出 虽无明确证据表明中国高层支持首先使用核武器 但中国不透明的核武现代化计划很容易引发外界担忧 中方对此有核评论 华春莹 我觉得美国国防部这份所谓报告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十分可笑 自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 中国政府就正众声明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方始终恪守这一承诺 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始终把核力量保持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 没有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肆意歪曲中方政策意图 为自己扩大和加强核武器 寻找借口的助列做法 资料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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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